冬至这次法会 我们为什么要办一个全球的祭奠大礼 我们到今天 冠病死亡人数已经突破160万了 160万放在新加坡 半个新加坡城就没有人了 我们新加坡公民国民才有300万 160万不见了 他们死得太辛苦 他们就像被水淹死一样的 没办法呼吸 就这样的就没命了 更重要的是这些很多都是西方人 他们不懂 不懂怎么去 这些横死的众生 怎么去帮他们一把 没人懂没人管 我们要管 我们要为他们做一次祭奠 我们不但这一次要做 我们要管他三年 因为他们的亲人不懂 那也是我们的亲人 我们不管谁管 他们太可怜了 还有呢 我们现在人类不信因果 导致各类横死 病死的 车祸死的 各种非时而终寿命的 他的寿命不到 就结束生命的 这种 叫横死众生太多了 一年也有几千万人 死于各类疾病 都是不是寿宗正弦的 他们的亲人 也是把他草草了事 埋葬了 骨灰一发 也不管了 即便是那些亲人 很心疼 也不懂得怎么帮他们 因为这个96%的灵魂教育 我们整个人类 不是东方丢失 是整个人类都丢失 这种超科学的技巧 技术和方法 本来是很简单的 但是我们整个人类都丢失 不只是东方丢失 西方更不懂 我们要帮 六道里各种原因 横死的众生太多 没有人管 这包括很多动物 大肆被人类杀害 养殖的也不是 就应该那样被杀害的 众生皆有灵 皆是如来 他们一旦丢失了 此生的生命 再修炼就难 他们只能在六道中轮回 那么现在有一些组织 有一些机构也在管 但是他们不能观到UV 不能真正的利益他们 我们能 我们有这个能力 我们要管 即便那些正常死亡的众生 也没有人引导他们发出离心 引导这些亡灵发出离心 发大悲心 发菩提心 发这个出离六道轮回的心 发成佛的心 回归自己原本是佛 我们懂 我们要引导他们 还有活着的众生 活着的众生 我们要通过这种祭典大力 觉醒他们 不要再迷魂颠倒了 要知道生命的真正的意义 这包括我们参加法会的大众 所以我们要借着这个祭典大力 觉醒众生 生命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觉醒大家 我们的时间不多 刚才说 你一辈子也就是 三万六千五百天 你活到一百岁 像我们这五十多岁的人 你这剩下的就是一万多天 我们通过祭典 哀伤逝者 觉醒自己 觉醒身边的人 我们的时间不多 来日不方长 赶紧觉醒 回归大道 回归正路 天下兴旺 皮肤有则 我希望大家都伸出手来 帮助一下终生 一百两百不嫌少 五百亿钱不嫌多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你什么都没有的 你就出一份心 用心力去帮助这些普洛大众 救苦救难 我能在这里 随起大家的功德了 也预祝 我们接下来的冬日法会呢 与会大众 及六道众生 都能功德圆满 阿米 不妨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